因为我们刑警 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守护这条线很难 暂时 总得要人坐吧 干嘛呢 吃饭啊 坐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 浪费了吧 饭要好好吃 事情要好好聊 行 账本呢 表呢 您的表是证据 我还得重用一段时间 现在不能给你 你先把账本给我 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 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 表不但不还给我 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 那就没得聊了 是这样啊 黄警长 我能理解 你们记者呢 有你们记者的坚持 但我们警察呢 有我们警察的信仰 为了正义 为了让你报道的那些 不法分子 能够得到法律的制裁 我必须恪守准则 你知道有多少人 是 为了金钱 为了诱惑 为了诱惑 去钻我们这些办案的纰漏 是 在你眼里 可能把东西还给你 不是什么大事 我曾经在办案中 实习过两个兄弟 他们用生命 换取了证据 但是因为这些破绽 这些证据 变得毫无意义 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 也不后悔 因为我们刑警 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 最后一道防线 这道线 有我的家人 也有你的家人 守护这条线很难 暂时 总得要人坐吧 接个电话 喂 您好 卫生间在哪儿 前面坐转 坐 这猪 这小姐去哪儿了 已经走了 走了 A先生 麻烦把账结一下 他没结账 对 刚才他走的时候说了 需要您把账结一下 多少钱 这边一共消费的是两千六 你看 您需要什么样的 解款方式呢 刷卡吧 好 没有密码 这个能倒包吗 可以的 倒吧